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10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一个录播的节目 不是直播 现在都改成录播了 这样轻松一点 毕竟年纪已经大了 不服劳务行 精力有限的 给大家谈谈新华社人民日报 凤凰网 还有海外的一些媒体 美国资金 发广等等 发的一些重要的报道和评论 那么今天第一题呢 还是吹捧习近平 这回吹为习近平 可是要和毛泽东比肩了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第二卷的通知 习近平还遇到不好意思 搞了个选读 这习近平著作 现在是第一卷第二卷 马上在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就像马克思恩克斯一样 书架上一大堆 那么发出个通知中办 就是强行各级党组织 开始洗脑 因为新人要搞终身制 应该成了现代帝王 你看这个讲的是 由中共中央发出的 那就是必须要学 不学不行 31个省的自治区 这个都要拿公款来买 然后开会 组织学习 讨论 讲用 活学活用 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什么 就过去毛泽东时代 搞了一套东西 又回来了 解决什么问题呢 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就这些陈词烂调 不去多讲了 这证明什么呢 现在已经回归到了文革 下一步就是什么 就是三人统治 骗人 就是骗人 把他抓人 如果不服怎么办 抓 这抓不行怎么杀 就这几条 你看第二题就告诉你 抓和杀的问题了 六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矛盾观 矛盾论实现论 大家想一想 习近平上台以后 这个胡春华是 到广东省当书记啊 我记得特清楚 就是他先到了广东以后 第一件事是到清源先去 贫困山区去调查 因为清源我住过两次啊 我以前讲过啊 那棵些加工厂在那里 那么 这个胡春华呢 久久都不回这个广州 就在这个清源调查 这是对的 因为广东省 你别看富有 但是他还有贫困些 那也是清源先的 胡春华也深入实习 但是呢 习近平刚上来 那时候要求什么呢 学习这个 矛盾论实现论 两论 矛盾论是什么 就是斗 说你们不要做进化这种人的 互相检举解放 第二个呢 实现论是什么 我就是老大 实用主义 你要知道 胡春华还生气啊 我看三十一个省的自己 李鸿总第一个表忠心的 胡春华是最后一个组织学习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啊 看习近平搞这套东西 毛泽东当年那个年代 就是什么呢 挑动官员们互相斗 因为斗了以后 你才没有经历问顶习近平的权力 习近平怕他们团结起来啊 你看这篇文章讲 是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全局 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 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坚实的方法论 他这东西全是毛泽东那天代 搞这套东西 毛泽东 我不去多讲了啊 不去给他搞宣传了啊 那么这个第三题啊 因为这一两天呢 中共这个 这个武统台湾 震慑台湾啊 搞的是惊天动地 今天结束了啊 所谓就是为了报复这个 蔡英文方美呀 和麦卡锡见面啊 搞了一次中美 这个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习近平很受伤 宣泄一下啊 发发这个牢骚啊 搞一搞 那么媒体都已经报道 昨天我已经讲到那些数字了啊 这个今天出现消息 软的一手啊 你看王沪宁会见了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的理事长 他把这个给这个理事长这个接待的规格是最高的 王沪宁你想也是常委啊 今天新华社报道了啊 这个有文字有图片还有这个视频 王沪宁是以政协主席常委 那么对方被欠被建的是两岸企业家峰会 方面的理事长刘兆玄一行 见了他 那他不见马英九啊 因为他觉得马英九利用价值还是不大啊 他为什么要见这个这个企业家这个这个头 目的就是用这个大市场啊 就像对待马克龙不就是吗 马克龙这次来了以后乐坏了啊 回去就变了 美国资金今天发表的篇文章 马克龙欧洲不应追随美国或者中国的台湾政策 因为拿了马克龙抱的也像一个抱的满满一回 这个这个这个空客大胆 是不是啊 这下拿走了很多钱呢 就人都是这样给你利益了 完了马上就变了 说马克龙现在啊态度这个做了一些转变啊 给大家看看这个今天美国资源呢 网上一个截图啊 你看啊 习近平很狡猾呀 就是我用物质力先拉开拉拢这个 马克龙打开了欧洲这个 这个找出一个缝隙啊 因为以美国为首七大国为国 围堵中共啊 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发表评论中表示啊 欧洲无意加速台湾维系 看起来啊他们俩交易的重点来了 应寻求一项独立于华盛顿和北京的决战略 马克龙刚刚结束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 他回来 受到习近平热烈欢迎 出于对总统蔡英文周三会见 麦卡锡的奋斗啊 中共周六在台湾周边举行演习了 马克龙呢 对于法国回声报政治报发表评论 欧洲不应加速冲突 而应花时间在中美之间建立自己的第三期 你看让人打开窃口了 今天万维网也发表的评论就讲这个是中央社的文章啊 大概意思差不多少 美国资金讲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认为 我们欧洲必须成为这个话题的追随者 并适应美国的节奏和中国的过度反应 政治家政治报援引他的话说 两家媒体都援引他的话 欧洲必须更好地为其国防工业提供资金 发展核能可再生能源 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以限制对美国的依赖啊 你看态度马上转变了 这个应不起来了 这个联合采访在周五 在北京和广州之间的航班上进行 周五马克龙呢 顾问在广州告诉记者 习和马啊 讨论了台湾问题 进行了密集而坦率的讨论 总统感觉是我们应该小心 不要出现意外或者紧张局势升起 导致中国人发动攻势 这位爱列舍公顾问讲 马克龙率领50人代表团呢 上一代的访问中国 其中包括什么 空中客车公司核能生产商 法国电力公司 这两家公司在访问期间都签订了嫌疑啊 你看同样的 习近平 把乌州的马克龙给他干倒了 现在又开始通过这个刘兆玄 搞一搞台湾 你看习近平 你别说习近平他傻的身边还是有些高人啊 你看王沪宇怎么讲的呢 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物质利益吧 生意 来拉拢他们啊 让这个台宝企业来打落 留得住 容得近 发展好啊 总之吧 我认为他可能下一步啊 就让这个刘兆玄跑来跑去啊 搞一些企业家 台湾的老板们都是这样 做生意的人呢 一开有生意可做 有钱眼睛半亮 是不是啊 这个叫什么 威力使徒 充分利用人这个特点啊 今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题啊 就和这个军演对应啊 对应是武的手 一手硬一手远 远的要更软 硬的要更硬 震慑台湾啊 今天早上收听了一下 这个前海军众孝姚诚先生的视频 他讲得很好啊 他说中共现在不至于马上打台湾 但他会搞什么 在海上封锁 海上的这个检查 他怎么检查 你在商船啊 对这个啊 来往台湾这些商船啊 这个进行抽查 强行检查 他说检查的时候 因为中共国务全都大 美国不可能具体的事再管 对吧 这样他就震慑这些 骚扰台湾 让台湾的正常的这个生意做不了 确实啊 骚扰一定程度 没人敢来了 台湾经济肯定受影响 下一步啊 在水上就常态了 经常就登船检查 这个是应该讲是估计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如果打下来 那就军演的过程当中擦枪走火 但是他会对士兵们有纪律要求 这个还有待遇观察 现在这个阵势还没有完 这是第一 第三题 第四题 大好形式开始吹牛 因为现在经济不好嘛 怎么办 就开始虚假报道 你看全国两会精神落实 重庆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 重庆非常重要 因为重庆有些这个班列啊 是通过欧洲的 将来运什么枪炮子弹 暗度深藏的靠这边 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 服务双循环 发展格局 现在是重庆是袁家军 在这过去是陈敏尔啊 这个地方现在经济上 这个正在这个奋发有为啊 想做点事 你看这里也讲到了 西部陆海新通道 以重庆为运营中心 各西部省市为关键节点 利用铁路海运公路运输方式 向南进广西云南等沿边口岸 到达世界各地啊 比经东部地区出海需要的事件大大缩短 找这么一个捷径啊 在三个世纪我经常去延吉啊 当时所谓在浑村的地方打开通道 可惜设计的国家太多了啊 搞了很多年都没搞成了 连我开发计划署拿钱都不行啊 你看这里现在搞的给我感觉啊 哎有点意思啊 那当然了 中共官媒它都是大忽悠了 到底怎么样 我也没有机会去看一看啊 这里想到3月27号 重庆举行建设西部 新通道的推进大会 这个啊要什么 一体打造大通道 大枢纽 大搞案 大物流 大平台 更好的辐射西部 服务全国 连接动物 融入全球啊 就习近平现在就搞这种 高大上 整天吹牛皮啊 其实没什么本事 国家搞了一塌糊涂啊 后边这些虚假宣传很多 你看 外企纷纷加大呢 在户里投资啊 明明是外伤纷纷撤资啊 经济凋敝啊 工人失业很多 他是为了鼓舞人心的凝聚力量 就开始什么呢 开始搞这套大宣传啊 虚假的宣传 讲好中国故事啊 很着急啊 你看 贵南 高铁 广西段 热潮涌动 海下本 第三届 消博会开幕了 展台之机 共赴开放自约 这都是照表明 他现在经济上没钱了 李强也着急啊 关于李强啊 这个今天海外媒体也都在报道 纷纷的报道啊 那习近平现在是什么呢 都把自己的人马都安排上去了 安排之前先把先抓人 搞得人心惶惶 抓那些对立派啊 今天海外的万维网友片文章 题目是中共高层酝酿一场大惊喜 大纪元发表了啊 他说呢 现在正在搞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什么 就是挖那对立派的事 挖好了开始抓人 腾出位置安排自己的人马呀 在中共当局发动大型调查研究后 近日中共多个省份和公安金融等部委跟进表态 这个运动背后是中共政权面临内外交困 经济和全面危机 也是中共的高层内斗升级 多领域习清洗升级的前兆啊 因为他现在统治不下去啊 老北平有意见党内对立派也多 所以通过这个忽悠台湾转移矛盾到海外 另一个就党内 啊 肃清就有可能取代自己不服的人 这里讲中共湖北省政府4月6号官网发布的啊 信息 至少还包括呢 江苏辽宁广西上海 啊 这些地方的省委的领导干部啊 牵头六个课题展开什么调研 啊 就是其实就是差异计 4月4号 中共中央 中国央行副行长 一长 一长一长在中国金融学会 二十三年学术会要声称啊 金融系统大型调查研究此份 要防范人们的风险 系统性风险 同日呢 人民日报后舍刊登文章宣称下更大功夫调查研究 要做实作严 4月2号 公安部引发关于全国公安机关大型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等等等等 讲到政治安全 其实就是习一平一个人的安全啊 说习的亲戚 李强 也称这个新一些政府第一件大事 就是大型调查研究自封 海外的一个评论人士 评论员叫李燕明 他就讲的了 为什么要调查呢 一 政权目前内外交困 国内人口危机 粮食危机 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社会道德与治安危机交织一起 中共呢 官场各领域数据层层造假 习近平连任 习家人上位后需要对各领域危机的状态进行莫敌 莫敌才能应对 第二 过去的政敌江泽民 曾信红权贵集团曾长期操控了关系国际民生的重点部门 中共国企及银行业 那么上层权力斗争交集 习近平两回后连任不到一个月 大批部级省级高官落马 政法金融军工企业成为重点了 国企成为重点 调查运动就为新一轮清洗埋下浮语 他就讲了对了 他讲这个22年12月6月结束到今天不到半年 一共25个中纪委的中管干部落马 9人在两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落马 16人今天在查 包括光大银行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小鹏 中银党委书记刘连科 还有中国人民银行 党委委副会长范一飞 还有三名金融高管等等吧 都是副部级以上啊 运动背后的是什么 是高层的权力斗争 其实这个权力斗争 还有就包括这个李强和王小洪立暗斗 包括铁链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里他就讲到了就是大月季 当年自58年到62年 大计划造成了毛泽东啊 就被逼无奈在七千人大会上 1962年做检查 这刘少奇斗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办法 就搞了我打个命 所以那时的调查研究 买些个伏笔要整刘少奇 他的意思说 现在这场调查研究 其实就是大清洗的前周 确实有道理 我先你们等着看下一步 社会上矛盾也很深 现在今天发生了很多突发事件 一个是广东 又发生了精传随即砍人事件 给大家看看这是万维网做的这个报道 不是我在这下编造 我这里没有编造 我从来不造谣 你们看看 他这怎么讲 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他最先发布的 也就是什么呢 现场的这个杀人犯的照片 坏蛋的照片 当然了 他怎么变坏 怎么杀人 什么原因 这个研究 据香港媒体01报道 广东浦宁寺近日发生疑似 随机砍人世界 网传多个影片显示 一个男子手持镰刀 砍伤多位路人 清楚包括三名儿童 随后该男子抢走电动车跑了 网传这位镰刀男已经被警察当场击毙了 截至目前浦宁警方没有回应查询 其实最近特别多 你看河北邯郸 还有重庆 可以这样讲逼比皆是 那么还有 你看今天疯狂王报道的 女子遭跨省传唤 亲属跳黄河自杀 老百姓的诉求得不到解决 他本身还是惨疾人的 结果这时候选择了踏上不归路 2023年4月7号 网上发布的宁夏 记忆的居民王芳3月23号 在河北邢台市清河县 被三名不明身份男子逮捕 抓走了 宁夏中卫市沙坡区政府高度重视 针对网上反映的问题 查证所示外做了一个通报 从通报的内容很详尽 简单概括 就是由于什么呢 维权 经常上访这个人 最后这个实在没招 这个人最后跳河了 这个跳河以后 你看中共开始表演了 按道理讲 这种事就是 一个是爱抚帮助解决 司法独立就好了 这种情况要在加拿大 就是小额法庭 很快就办理了 中共是什么 党管一切 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决定 你告地方官员 你肯定告北京 对吧 上北京也没用 折腾来折腾去 结果最后出事了 等到他出事以后 跳了黄河了 是吧 然后呢 沙坡头区的政府才开始表演了 总是公安 消防英纪中卫士社会救援机构 乡镇干部120多人 你说你平常干嘛 现在出120多个人 到水上收救 到黄河去找人 没有了 你怎么能找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是吧 说就人家王成啊 对王成跳河失联 我们深感痛心 你看 人民政府这黄鼠狼子 开始假慈悲了 是吧 开始了 鳄鱼流出眼泪来了 说经了解 王成自小患 电间病 09年10月25日 坚定为精神残疾二级 05年享受城市低保政策 11年起领取残疾人 互利补贴 16年享受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 19年起领取临时性救助 你们相信 要这么好的话 当上跳河 又胡扯这是 一看就在这 政府在这撇清紫 一看人死了 可能上级开始查了 对不对 因为上级有的官员 你不能说每个官员都不好 有了看完怎么搞的 就像当年温家宝一批事 是吧 下半人就一路消跑啊 这就表现在新平统治下 中共公的国民呢 是草民 草民的这个内斗 这个逼逼皆是 你看 这个今天疯狂网 发了多少 江西14岁女生 离校 逆忙 死了 监控遭学生冲洗掉了 又一个 女教授实名举报 校长弄虚作假 遭打击报 上海海市大学 回云 这条条旗 什么 内斗 这个教授 告这个校长 就横横横大臣 还有 一样 你看另外 突发事件 女子被陌生男子 当其踹飞 谩骂 殴打 警方同报 你看 全都是这些东西 等等等等 我不去多讲了吧 你看人家 大 美国 有这事吗 这都是什么 就是中共国家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搞人质 什么事都是领导 一个人说了 说了算 反正是 你批评完了以后 太不大回事 其实这个事 就是法治的问题 法律来解决 那么我们今天 回到这个新华社 新华社 现在每天大户有很多新闻 对老百姓的疾苦无私 你看这里还在讲什么 讲这个就是下户有 第三届肖博会 开幕 展台直击 还有深圳深户交易所 主板这个注册制 首席市价企业上市 因为经济搞一塌糊 先要自己玩了 美国又不支持了 怎么办呢 自己搞自己的股票 你看这是新华社报导的 深户交易所 主板注册制 开始上市了 上海深圳 北京三地 连线开展 9点30分 十家中期 开始标言了 这个都是政府整个城的 城到一定程度就好 跌下来了 这个说心里话 你只要不向美国开放 不和美国搞 国家先搞经济 没用 股票私伤也一样 你看后边还有 就忽悠震慑美国 和诋毁美国 现在震慑是什么呢 炫耀自己的科技航天事业 今明两年运载火箭搭载和共享火箭发射机会 开始了 你看 这个航天科技集团发布 运载火箭搭载的共享火箭发射机会 开始了 这是一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就开始炫耀这些科技成就 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3、2024年度 运载火箭搭载和共享火箭发射机会 发射机机会 这个全面发布 相关发射服务会 这个由 这个航天科技集团所属的长城公司承来 航天科技集团的运载火箭分别由一月八月总研制 就介绍这个成绩 中国的航天事业确实有成就 他通过这个方面 实际上吓坏美国 因为这要搭载核弹 美国就吓坏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备战 就开始军队造动国安金的好几题 东部战区 圆满完成了环岛战备巡减 结束了 又会获了公款几千万 搞不好上亿 有这个钱他不如就留下来宣布 永远不无统派吧 然后呢 把这个钱给这些刚才讲的老百姓 刚刚讲跳黄河的王城 是不是啊 你看多可怜 老百姓跳黄河找不着了 林克跳黄河 他不就 他只搞这个历劫演习 挥霍 明知明告 吓唬通报 台湾老百姓更不当回事 舞跳得更好 照样纪念 蒋介石 是吧 你看台湾那些电视台 每天都讲 像讲隔壁 邻居邻居的故事 不当回事 就瞎忽悠啊 4月8号到10号 圆满完成了 环台岛战备警训 联合历劫演习 他研究什么呢 研究战场管理 多兵种 一体化 联合作战能力 要我讲 你只要没有实战 战争和你打一仗 你这个再什么瞎忽悠 都说 在门口耍大刀 没有用啊 我听我爸爸讲 战争战争 你觉得到战场打 死一批人 活一些人 才能知道战争是啥事 就我爸爸讲 那都是脱牛皮 有的人平常 喊口号可响了 响一响 尿就从那个哭道 就留下来了 就不动了 要回家 肚察就上来 拿五四手枪 对的那样学 不前进就毙了 有的 有些人 你只有打才知道 能不能打 别听他脱牛皮整天 我不去多讲了 一看这都是什么 忽悠个底层的老百姓 国内小粉 那么今天这个 关于这个 诋毁美国 诋毁美国 每天都有啊 你看 美监听多个盟友 韩国最大在野党 敦促政府果断应对 终于抓了美国把柄了 美国的确啊 中央情报局 他都有监听电话 加拿大也是啊 都一样搞情报 干嘛 就是干这个的啊 关键司法要独立 你看今天还有旅游大市场 就是中共国际呢 听说旅游是恢复的不错啊 说文化和旅游部门啊 办公厅 发本 进一步整治 不合理 低价消费 就有些旅行团啊 组团是为了竞争啊 这个价格低的不得了 然后呢 做些假 怎么做假 说你那个团费很少 但是指定到那个地点去买东西 骗 采取骗 不诚实 这不好啊 应该这个旅游的价格 指定一个让这个企业能赚钱 这个旅游还能赚钱 不搞外面邪道啊 不要就 这个 不要这个 就搞到最后都不赚钱 那种 你肯定是一种欺骗 他做生意能不赚钱吗 只是你这个利 合理的利 比如说20%是30% 20%是25% 你绝对不能说赔本的生意 赔本生意谁做 一定有猫泥啊 所以千万不要受上当受骗 尤其是你网上给你一个信息 什么什么东西 你点了就有钱 你记住我这话 你千万不要相信 你不要告诉我老家 你到这个城市来 来了什么 给你赞助多少 我不去 是不是啊 咱不认识你 咱不要 咱也不去 咱不演餐 为什么 那肯定不是好事 他肯定能给你陷阱 一步一步的 世界上没有这个 这么讲啊 世界上没有无边无路的 哎呀 天上不会掉馅饼 所以这个 千万这个小心 这种低价竞争 是不允许的 那么这里还讲到了 秀中共外交的成就 也就伊朗啊 和沙特代表他互访 这个事儿确实是习近平把他通过外交口啊 这个确实是一个亮点 另外这次就把马克龙争取了 争取回了一半 但是今天魏京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讲的很好 就什么呢 呃就是关于这个 啊 习近平啊 他对这个国际局势啊 评估啊 他说呢 习近平挑拨欧美关系成功吗 啊 魏京生发表一篇文章 给大家看 到下个节目啊 因为这篇文章比较长很重要 到下个节目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啊 那么习近平现在啊 这个下属非常狠啊 因为现在非常时期 他的统治即将奔盘了 所以呢 呃 呃 异议人士就反对他的邻居人物 打击非常严厉啊 昨天给大家朗读了这个 徐自勇 丁家喜的这个法庭宣言 啊 那今天结果来了啊 他两个人判得非常重啊 这是法广的一篇文章报道的啊 说就在马克龙带着巨额商业合约 由中国返回巴黎之后 中国的著名维权人士徐自勇 丁家喜10号 被强加了罪名 删电罪 分别判了14年12年 吓死人了啊 这么长的星期 有熟悉情况的人 向本台表示 这是主犯级别的刑期啊 也是2015年709大肆抓捕律师以来最重的刑法 啊 文权网以凌人愤怒行使 形容判决 而以美国为基地的民间人权观察 呼吁中国立即撤销判刑 只是当局指控毫无基础 闭门审讯的过程 也问题多多呀 啊 这篇文章等到下个节目啊 再和大家再讲一讲啊 啊那习近平啊 知道呢 这个中共统治到了崩盘了 像中国要垮掉的话 定家习也好还是须智勇都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吓死了 是不是啊 你想人都有魅力啊 你习近平整个是两家和小学生 你文化素质怎么和你须智勇比呢 是不是啊 那么今天在药文聚教里面啊 习近平靠军队 你看军队造动不安啊 军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殊主义思想工作会议召开了 张又霞何卫东出席 就部队里边形势不稳 反习的人很多啊 你想刘亚洲这个案到现在都不敢公布 是吧 据说抓刘亚洲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亲美啊 反对打武统台湾 今天早上我看姚诚讲得很好啊 没有人比姚诚更了解军事啊 你看人讲的军事你一听就听明白了 其他都不行 都属于这个这么讲吧 属于这个外行在谈 人是真的讲得非常实在啊 那么张又霞也好 还是何卫东好 都习近平的铁哥们 就开始忽悠洗脑 这证明军队很多人反习才洗脑 对不对 那么后边你看开始抓特务 民间就是什么 开始忽悠中国老百姓 特务来了 海外来人了 谁要是老同学老朋友 一个国内打电话 特务 千万小学者 特务 共产党就搞这种东西啊 所以你看今天第二题的什么 要问区交里边 让两部门部署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扑法宣传开始了 这新一天就毛泽东的时候 拿来这套了 说是今年4月15号 是第八个全国国家安全日 司法部全国扑法办 日前联合法案发出通知 部署了23年全国国家安全教育日 扑法宣传活动啊 就是从现在开始 就让老百姓 每天都战战兢兢的 谁都不敢接触 虽然找亲戚朋友 从海外回了 哎呦我天呦 不能是特务啊 中情局的台湾 就通知这东西 因为不并不是人都出来调查 什么时候呢就中国靠这东西确实有效 因为那些小偷老头老太子 他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不敢和你接触 千万不是特务 都不跟你加个罪名是吧 所以这个是什么下一步啊 我估计肯定要调起内斗啊 让这个老百姓互相怀疑特务啊 你看这里边讲的大人要开展什么 一案扑法 就抓一些典型 我听说最近又抓了个日本的什么 日本特务啊 就是落实法官 检察官 行政服役人员 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一案 是法 就用这些典型来吓唬老百姓 让老百姓闭嘴呀 服从习近平的这个统治 那么今天中纪委的网站抓人 今天也有了 今天抓了这个江西省的一个贪官 还有一个首都机场的一个管员 其目的都什么 其实就是内斗 打击政敌 为什么抓江西的 曾庆红 孟建柱 老曹 为什么加首都机场呢 把上这说也是旅客乡地系 这个县上的啊 要不就是什么王岐山呢 等等等等 我讲不清楚啊 反正本人认为啊 现在抓的贪官都是两个特点 一个是什么 腐败 腐败人几乎人人有啊 权力太大了嘛 另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站错了队了 你站在这个非习家军一边 肯定抓 今天早上我才看到一自媒体 海外自媒体报道 说大连市的这个市委书记 换了这个一个姓彭 过去宁波市委书记 原来是习家军上位了 掌控了大连 你把你掂量着 你别在大连搞得过分 我跟你讲 我是非常关注的 我无所谓 我跟你讲 这个应该是都处习近平 少犯错误 少作恶 你作恶多了 你自然海外的批评就多了 是不是 我不认为有别人批评 都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李鸿忠还有一题 李鸿忠今天习近平很宗旨的 李鸿忠会见美内瑞拉 统一社会主义党干部靠插团 你看这个新闻 新华社还未报 人民热线报的 那就是这挺有意思的 讲到这个李鸿忠啊 见到这个 这个美内瑞拉 一个社会主义党的干部团的时候 也来吹捧习近平 李鸿忠吹捧习近平是作为交易啊 我吹捧你 你别查我的问题 为李鸿忠钱最多 为李鸿忠狩猎 他的钱不会少于十个月 你就像广东深圳 我才知道了 他那个年代 江泽民说了算 那个就是最黑 最腐爱 李鸿忠啊 完全是个马屁鸡 我认为他并不是真正终成习近平 他是怕习近平整他 只好用通过这个办法来 打成这种肮脏的交易 其他的节目等到下一个 大远再见 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